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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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但是等他们路过魔戒的时候 发现魔戒已经集结了大军准备进攻天界 为啥要现在进攻呢 因为他们听说了火神失踪的事 觉得他不在了就是进攻天界的最好时机 诶 但是就这么巧 这边魔戒刚集结完人马 火神回来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魔戒老大看到火神立马就怂了 但是魔戒公主不干了 非要和火神打上一架 那你说你们打就打呗 这公主打不过火神很正常 那怎么还被撩上了呢 打跑了魔戒 他们两个就回天界了 锦与虽然是个果子间 但是也没上我天啊 这一有机会和太阳煎饼间 哪还有心思回花戒去 但他这一步走了 坏见小老就很着急啊 这大老的孩子 教不好那是他基因问题 这整丢了那就是我的锅呀 于是满世界的找啊 但锦与这边呢 完全没当回事 自顾自的玩的可开心了 在天上各种交困 认识了到处绑红切的月下仙人 和一个视龙是鱼风不清的夜神大人 后来因为锦与一不小心 种出了他自己本来不可能种出来的灵芝 让火神一哈子就怀疑了他的身份 锦与看他认真了 就想把他稳住 这时候他想起了一句话 稳住一个男人 就要先稳住他的嘴 所以他直接就亲上去了 按理说你这火神 猝不及防属于被动 那你这怎么还绝上嘴了呢 既然反抗不了 你就要开始享受了是吧 显然这种经历 他之前也是没有尝试过的 所以这就留下了心里阴影 然后后来锦与无意间 看到了火神的闷景 发现自从接过吻号 他做梦闷的 都是和那个熟悉的身影 接吻的画面 真要是换了别人 早就脸红心跳了 但是锦与明显是智商 也不太共用 愣是没看出来那是他自己 我估计他这心里面 还以为听的是下雪呢 和我锦与有什么关系 但是火神那边一琢磨 发现这一听好像还不错 看来自己也真的是喜欢这姑娘 然后趁着送锦与回花界的时候 顺道就向花界小老 表达了对锦与的喜欢 那花界小老当时就起风了 你们天天一个追求我们花界大佬 你又来追求我们天天天大佬的女儿 怎么就没有人追求我呀 怎么就学不会管好 自己那颗躁动的心呢 花界小老让火神 趁着死了这颗心 他们两个人是不可能的 火神微微一笑 你要这么说 那我就只能告辞了 人家虽然难受 但是真的就忍得住 也不说来个私奔傻的 直接就死心了 回去以后 虽然一个人默默难受的呢 但是也不敢再打扰锦与明 直到后来锦与吐出了云丹 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深爱着火神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本来都要嫁给夜神了 这段故事就很曲折 但是考虑到之前 大家留言都说要讲 没有男二的版本 那不就没得讲了吗 毕竟后面这段剧情也太拖沙了 而且这个剧里的魔戒 也让人看得特别的心疼 明明开头一波操作 显得有鼻子有眼的 又是要暗中勾结天地 又是想偷偷做掉老大 一个个智商高的可怕 可真是个言情局啊 你们这脑子有没有没啥用啊 谁在乎你们最后 到底有没有统一溜结啊 唉 太可怜了